正常开机的时候,切断,打开,点一下远点复位,一点复位就送电机一会回来,点复位,把使能切关打到直转, 它自动找到远点,等这个切断,这个工位不动了以后,然后点启动,一点启动,这个待机有个显示运行动, 在这种情况下,就可以开机了,然后给它打到正罐,打到正罐,然后一条这个速度,连机就再往前走,这样就是正常工作了,这是正常工作的画面, 然后这个参数画面,咱先给它按停止,按停止就关掉了,参数画面,料头长度,就是说每一次吸完料之后, 往前正常跟动的时候,它有一公分的那个废料,它得骑下头,自动骑头, 这个降速笔,提速笔,这些复身不用动,这个这个骑头是第一次入力了,每一卷的开始, 对,每一卷的开始,这个降速笔,提速笔,远点复位,这些都不要动, 打字上升时间,这个也没有,打字保护时间也没有,这个下切保护时间, 下切保护时间,就是说这个切刀往下切的时候,它是300毫秒, 就是0.03秒的时间,然后往下切的时间, 就是一下0.03秒,对,0.03秒就切断了,切断了回的时间呢, 它是个0.35秒,就是这个上升时间要比下降时间要快一点, 时间要长一点,然后下冲这个咱也没有,冲的时间这也没有, 这个是手动画面,手动画面,你开,开启油泵的时候, 按切断下降,把它打到这个位置,打到手动的时候, 它就会往下走,按切刀上升,然后往上走, 对,然后这个左移又移,这是移这个缩链机, 一般情况下,这个缩链机上, 状态显示,这是一个显示一个, 咱们这个电器里的每一个信号的一个显示屏, 这是长度设定,长度设定, 你要是输三米,你就在这输三千, 嗯,要知道,嗯,要是输五米,你就输五千,就行了, 然后刀头就选择切断,其他的东西全都不用选择, 用一个画面就行,嗯,正常用的时候就是工作画面, 嗯,就是停止,复位,然后打启动, 再显示运行了,就可以正常工作了, 嗯,然后要是按这个切断的时候呢, 就把它打到这边,这边是自动吗, 啊,这边是什么,这边是自动,这边是手动, 对,嗯, 它就切了,切断了, 哎,那这边是手动呢, 这边是自动,这边也是, 也是,就是似不电机的自动,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,这个, 开的意思吧, 对,开的意思,这又把速写打开了, 打开,你看这个工作画面里边的切断, 就把它打开, 它就会下降,自动返回, 嗯,刚才那一个, 刚才那一个, 你把它打到这边,它不好使, 它是控制单向的, 也就是说,你按向,它就是向, 你按上,它就是向, 这边手动,这个是出动的, 超过就是这个,超过, 来变一份的, 从外面水上降下来, 详细的一份份, 在这边说, 感谢观看